美国内科消化内科专科医师 以及中华民国消化心理痴情专科医师 那现在就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张主任 欢迎大家 那我们今天带来的题目是 右上腹痛小心胆囊业 那现在的大康位带来三个比例 然后说明一下右上腹痛要什么评估 那再来就迁入这个主题感囊解释 还有感囊烟 那最后做结论 那病例里面第一位是55岁的王小姐 他因为右上腹痛来门诊 那他平常是喜欢吃油炸食物 身体的质量指数比眼大为30公斤每平方公尺 那他老时候会觉得右上腹痛 然后有半小时到一小时后会改善 那但是常常困扰着他 他就来轮诊凑劑 那轮诊检查起来没有发烧 那肚子压起来就暖暖的 然后没有时候会痛 他敲了有轻微的鼓音 那当然我们就会想到 如果也是机器直大变太大不舒服 那初步拍的肚子也是光是小肠 有些气大肠有些大变 那宇宙的程度经验性不太会害他太难过 所以我们继续过阳台的超音波 然后我们了解下肝板的状态 那大变坡上看起来有脂肪肝 也有了好几颗结石 胆狼里面的结石 比较大的大概一公分大 那我们就就怀疑说应该是胆狼结石 偶尔害胆狼出状况 那我们组续王小姐要减少原地食物 控制食量 再留意悠伤腹的症状 那之后即次回诊 婚起来王小姐就很少在悠伤腹痛了 那她有经过这些生活的调整 就感狼结石做过了机会大量的检查 那第二位病例是61岁的女女士 她在几年前的健康检查 就知道有感狼结石了 但是她平常是没有症状 就没有去治愈她 那这一回就右上腹中道很难过 就有点右边的肩胶骨头痛 所以来急诊 急诊的时候因为写起来白血球一万三千 她标准在一万以下 所以应该身体有个感染和发育 那因为症状比较强烈 初步传播也看到感狼结石 所以记忆部也排到电脑断层 那显示出来那个感狼整个脏起来了 那感狼臂也增破 那里面也结石 那所以症状起来就是一个感狼结石 因此引发肌性感染炎 那我们就给她抗烧素啊 还有点滴啊 然后请她掉石头起 那很快也做了外科医师 帮她做了护腔剂 感染血处处 那出院后也提醒她 就食物上要比较低游 然后少脏子 动力脏性的食物 那三个月后最终 她已经可以吃一番食物 不要太有力的动物 那再来第三位是72岁的白先生 她有慢性死在新肺定 新衰竭的病史 那这一位说她已经上不通 又上不通三天了 她到症候有去先求诊过 那吃药后会好一些 但很快又很难过 所以就也发生了发烧 恶心的事情 如果不对劲就来我们急诊 那来到这边症状起来发烧了 38度 06度 那又上后压痛 她吸气的时候会痛 那排血球 咽起来是一万八千米 就很明显有感染或发炎 那就急诊了 就也是初步电脑断层 发现胆囊结实以后 怀疑胆囊炎 就进一步排电脑断层 那显示胆囊壁厚 胆囊胀大里面有解释 那附近的其他的胆囊很强 胰臟啊伤症的状态是一般 所以只能停伏起来就是胆囊 然后因为胆囊结实所害 那因为他年纪大 然后胆囊已经发现生病症了 所以手术风险比起来过高 我们就施行了胆囊医荷疏 那并用抗射素治疗 那一周的住院都胆囊医改善了 胆囊医改善了 就帮忙 就让他住院 然后祝福他出院的时候 也是要少有益食物 注意症状 那丢伤部方式 我们胃肠科门诊里面 不少遇到的这种困扰 或者病人来守治的原因 那屏股上可要先了解 右上腹有哪些器官 我们如果腹部移肚脊疾为中心 化分为右上右下 左上左下四个区域的话 右上腹对应的器官 有肝脏 胆囊 胆道 然后舌脂肠 右边的大肠 然后甚至肾脏也领域 在看得到在这一看 那以上的头部 那 那皮肤这边的疾病 就会以这些器官来去使它 那我们会透过病史症状检验检查 来了解胆囊 胃舌脂肠 胃疾痪 然后胆囊管疾病 肝炎 肾结石 肠鼠塞 甚至胃胀炎 是哪些事情 还不能收获 那今天的总体是胆囊这方面 我们就加成胆囊 那首先胆囊它功能是 儲存干燥分泌的胆子 然后 胆兆分泌胆子先放在胆囊 那当我们进食物到胃的时候 胆囊会锁锁 把胆子给出过胆管 送到肠道 帮忙消瓦 那在胆囊在胆囊的时候 有时候里面的物质沉淀 就会形成胆砂 那如果结得更致密就变石头 那石头有胆固存性的 色素性的还有混合性的 那一般容易产生胆囊结石的危险因子 常被提到的有五个 那刚好他们在英文的字首都是F 那包包肥特就是肥胖 里面有个女性 那荷胎有个精产度 那包肥偶尔布就是40岁以上 那配合的是高架座人种 那所以如果有这些危险因子的话 更需要注意胆囊结石的导致 那这里面有些是可以预防的 比如说经过减少高脂肪 高胆固者的高蛋白 高胆固的摄取 希望能够减少胆固存性的状化结石 那规律的饮食习惯 要避免超直接的进食 可以让胆固收缩排空 避免感杀几聚 这样的感觉是升起 那体重过重的要减重 就是因为肥胖 会增加胆固存的温宜的升值 那会这样子避免感杀石就是因为会怀疑到它会出问题 那如果平常是在胆固里面可能就没什么症状 但它一旦卡住胆固出口 那我们如果忧伤不痛 我们会一直会经过平补 然后做整个在当地的处 那我们今天回归 以下稍微这几个疾病里面交常见的 也是像胆固 把胆脚放 那就是胆固结石卡在胆固出口 那胆子压缝力就受到阻碍 就会胆固就一定一直说 说想要把胆子送出去 这时候就会脚痛强 那如果刚好石头松开了 那警报就解除了 但是如果持续出不去 进步还会引发胆固眼 那胆固眼就是石头一直卡住胆固出口 那胆子开始有吸菌之声 造成发炎甚至感染 那整个胆固就很炸 然后会痛掉 甚至更厉害的头会发烧 那这种胆固有可能会牵扯到 把射到右肩或我们的背部 那其他有可能恶心、呕吐、死云肠 这状还蛮多样化 那再来谈检查 我们平安食生理上 当我们吸气的时候 额膜会往下往复复推 那向盖上的胆固就会向下移动 那我们就第一个我们说 如果当胆固很发炎的时候 那我们压病人的右上部 然后这时候再请病人吸气 胆固 胆固被下坏的时候 就会碰触到我们的手 它就會痛起來 它會因為痛而不舒服 甚至連呼吸都中止 這種特徵叫做Morphis Sign 中文翻譯起來叫Morphis病症 它是典型的身體檢查特徵 經理部更精準的要練血 練血方面會發現病人的慢性發炎指數CRT升高 白血球也常常升高 但是它只是說 膽囊無數不一定會升高 再來肚子裡面總是各著 好幾頭器官要更理清 也常常要接觸影像學檢查 那在膽囊發炎的人會發現 看起來它的膽囊長大 膽囊長大 然後膽囊異位增厚 如果直接看到膽囊結實 就會更多這種症狀 那多部電腦斷層也是類似 就是膽囊長大腹地 膽囊異增厚 然後裡面有結實 那電腦斷層的好處是 比較要透過精準 比較不受腸質的氣體感染 也可以看一下附近的器官 有沒有別種問題 那整段 因為右上部的器官多 所以要整段急性膽囊 也常常要透過重複的項目 那通常我們會有三類的項目 比如說 是局部發炎跡象 如果有右上部痛 腰目一散很明顯 然後第二類是發炎反應 有發燒起來了 發炎指數升高 白血球升高了 這一類的反應如果有出現要留意 那最關鍵的是 否則急性膽囊有的影像學表現 那我們認為說 如果A 影像B 會覺得相比急性膽囊也 那如果三個都有 ABC都有 那就確定整段急性膽囊炎 那確定急性膽囊炎以後 要同時去評估它的嚴重度 那一般我們會先把嚴重的先列出來 如果很不對勁要趕快做對應的處理 那嚴重的話 指的是它的重要的系統和器官濕冷的 那比如說 心血管方面 會需要生藥藥 甚至維持住血藥 那神經濕冷的意識不穩 那呼吸濕冷 就肺的癢養能力不好 那腎五濕冷的尿液 就尿液小於400cc 或也寫肌肝酸指數大幅相升 那肝濕冷的PDI 照寫濕冷的寫小糖素過的 那這些發生任何一項 或是嚴重的 甚至要比較快的處理 甚至有的來入住小物浴板 那第二級的是中度 就白血球升高到18000以上 右上鋪有摸到會痛的中斑 正中三天 那一些癌血的數字很困一下 那這個就是中度 就任何一項以下提高進去 那儘快做處理 那如果排出沒有到第二級 第三級這麼糟 就不會再欺負了 那這跟我們的治療有關 我們如果已經接觸到 急性感麻疑的確定診斷 我們會讓它進食 讓它的胃腸道感麻會休息 那每次東西當然要補充水分補充藥 會給它臉皮 那不舒服的話 就給它止痛藥 那裡面預期有了吸菌 開始在治療的 就要預防或治療感染 止痛藥成績 那進步還要處理感麻 就不要停步它感麻疑人的嚴重度 其實進步的重度還是嚴重 那也要同時領步病人 有沒有心血管疾病 然後腦神經發病的問題 那或者肝腎、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疾病 那最後也要早點下股症到動刀 麻醉風險到麻痺 病人的心肺、肝腎、代謝性疾病 都要同時逃避 那如果病人症狀是輕微的 然後碰病不多 麻醉風險低 我們通常會盡快幫它做 目前帶來一些處處 那如果可以的話 會選擇腹腸鏡的自行方法 好處是傷口效 復原比較快 那做法就是用內似鏡的器械 升到膽腦管的這邊 它結紮膽腦動脈 然後也切斷膽腦管 把它拿出來 那如果說這種腹腸鏡的方法 比較比病人的狀態不適合 就會使用傷口比較大的傳統 就是用開腹腦的膽腦接觸素 那如果病人病症已經是中度中度的 那或者是風病多 或不是都會開到 那需要以膽腦的原油素 所以盡快幫忙釋放膽腦裡面的大力 甚至那些已經發源膽腦的感染 那這樣可以讓膽腦壓力減少 然後症狀得到改善 把癌得到控制 那經過膽腦接觸的話 它是有的膽腦幫忙消化的熱療 那它是大量 開往膽腦腦震煮 吃油膩食物 如果大量計時的話 可能會提起膽腸 那但是經過三個月到半年 通常身體會適應 這種症狀會得到改善 那檀糖飲料室的話 其實是把急性侵入過 檀糖切食 能量在檀糖裡面 所以它繼續注意 檀糖切食的病保症 那檀糖就是調整生活椅子 然後減少檀糖切食的栽生 或者是檀糖的流氓手術 然後要完全移除掉這個後患 就是檀糖切除去 可以找到一個椅子 那經過檀糖切除所有的 有一次就平安了 因為檀糖質 從肝核病 它其實有些苦 有時候在總檀管 及肝內檀管 就會直接形成結石了 那少了檀糖 但是總檀管 肝內檀管的還在 所以還是要注意 檀糖切食 卡在總檀管 或肝內檀管的機會 還是要建議病人 要適選擇 預防檀糖切食的方法 那最後是結論 檀糖切食會引起多種 病發症的風險 那所以要平常生活應該的 為了健康 要少高油 高蛋白的食物 避免長時間進食 然後希望檀糖切食不要生成 或者盡量減少 那憂傷不動的時候 要小心檀糖炎 或其他的髒型出狀況 那要盡快尋求診療 那如果確診是 急性檀糖炎的話 治療上好不好禁止 然後藥物 還有手術 還有檀糖醫學 那希望聽過今天的介紹 我會讓大家對 檀糖切食 檀糖炎有很多的認識 那也注意身體 希望救生 也避免應酷 那謝謝大家 謝謝張主任 精采的介紹 不曉得美女朋友 有沒有問題想請教